电视剧《当家主母》正在热播 我们都知道 沈醉喜与曾宝琴都跟同一个男人发生了交集 她就是任雪棠 其中 曾宝琴与雪棠是一对青梅竹马神仙眷侣 只可惜命运的嘲弄让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沈醉喜不忍伤害曾宝琴 但在大太太的安排下 她也不得不与任雪棠成婚 这也成了姐妹化反目成澈的根本原因 而当曾宝琴有了身孕后 任雪棠意外出事 被水肺暗算从此没来下落 在她消失的漫长时光中 沈醉喜彻底成了任府输一不二的存在 曾宝琴则是日夜期盼着任雪棠回来 转眼六年过去 任雪棠还真就活着出现了 只不过她好像受了很多刺激 当沈醉喜找到她时 雪棠已经神志不禁沦落成一个讨饭的乞丐了 不管沈醉喜做什么 都无法让丈夫复原 她无奈请来曾宝琴 只见宝琴动情现文 直一下就让任雪棠恢复了神志 看到这 沈醉喜不禁黯然神伤 也不知道这段三角连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